居俄羅斯衛星網報導,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十一表示,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華加納集團領導人普利哥任試圖發動叛亂的5天後, 在哈里姆林宮與他進行過會面。 佩斯科夫和記者說,總統邀請了35人參加, 包括部隊指揮官和集團領導陳普利哥津本人身在其中, 第二次會面在6月29日在哈里姆林宮舉行,會面持續大約3小時。 佩斯科夫說,普京在活動中對集團在特別軍事行動前線中的行動給予評價, 還對6月24日事件給予自己評價, 聽取了指揮官們的解釋,並向他們提出了今後的就業佛方案。 當地時間6月24日凌晨,華加納集團武裝人員佔領了位於 鄧河伯羅斯托夫的南部軍區司令部。 24日晚,普利哥進接受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建議, 宣布華加納集團所有武裝人員全部從俄羅斯南部軍區領事部撤離, 並停止該組織在俄境內行動。